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赶快请丁耀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丁耀老师最专业的就是这个技术面 技术面现在到底出现什么瑕疵 是国际间的股市拖累我们台北股市吗 对 没错 这是完全是正确的 如果从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美国股市现在暴涨暴跌 晃动很大 其实美国股市从 现在是5月嘛 其实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 还是一个大区间整理 那美元指数最近 我昨天应该有讲过 美元指数最近从100.39 几扁 扁到了昨天破了94 美元指数在跌的时候 表示欧元在涨 欧元在升的时候 表示德国一定会崩盘 我之前讲过 A乘以B等于C 那个价值是一样的 很多人都听不懂我这个道理 我们讲石油价格就好了 石油价格最近不是升到60块每桶 对 西德桌原油 那表示美元跌 美元跌 A乘以B 等于C 那之前美元涨 石油就跌 A乘以B等于C 价值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你看 但是当德国股市跌下来 虽然对我们影响力不大 可是因为它整个趋势在改变 德国指数已经转为短空中空 它是空头了 那美元在往下扁的阶段里面 对我们影响比较大 因为美元在扁 表示美国股市不容易涨 因为美国股市是用美元报价 是 那美国股市最近 就是一直在担心 因为他们之前为什么 美元指数一直涨上去 因为大家预期 六月份要升息 结果 不升息了 为什么 因为公布出来数据不好 对 GDP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所以大家都在猜说 也许九月也许根本 今年不会再升息了 因为美国一直 它的通货膨胀拉不上来 那整个景气 GDP拉不上来 它就当然就不要升息 那不要升息的话 造成什么 大家对于美元指数的预期 过高了 那过高以后呢 造成现在目前整个世界上 其实都一直在 打这个货币战争 我是觉得说 这个是蛮可怜的一件事情 因为始作庸泽 其实是美国 美国之前实施了Q1 Q2 Q3 对 那他们家好了 他们复苏了 对不对 那搞得大家都很糟糕 然后最后来 那日本 日本两年前也学他了 对 那中国也开始在货币宽松 对 调降存款准备率 是 那这样欧元现在接棒了 那只有台湾 台湾不是什么事没有做 台湾是有做 台湾我们是有数理论 因为我们央行总裁 最喜欢柳数 柳数理论 我们涨也涨得少 跌也跌得少 就是货币上的升值跟贬值 当然讲这些跟股票 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说 我常常讲 我们做股票 不要一直讲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是长线的 它是在 所谓长线就是说 基本面我们看到的是 未来可能一年两年三年 长线投资是这样以后的事情 可是我们做股票 我今天坐在这里 我就很明白跟各位讲 我是做短线的 而且投顾市场本来就是短线 我今天讲一档股票 如果明天没有涨 表示我不准 我是涨真的 我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 我不能说今天涨 这档股票很好 结果三年以后 这档股票才涨 那我算什么 等到三年以后才涨 我有什么好分析的 没有什么意义 我今天讲这档股票 明天就要涨 不然就是隔两三天就要涨 那对大家才有帮助 因为这是我们投顾本来就是短线市场 我们不是讲长线的 那既然是短线市场 未来台北股市有可能到 一万二一万三 这是中长线算出来的 这是算出来的 这是基本因素是可以算得到 但是短线来讲 它如果必须要回档修正 那我们就要尊重市场 美国股市原本表现没有这么的糟糕 但是在昨天听说白发模拟 他不是跟那个德拉吉 好像两个在聊天 突然间就冒出一句话说 我感觉美国股市好像是市值太高 他就白发模拟讲这句话 结果美国股市那时候 本来开盘是涨的 就直接跳水 那跳水以后就爬不上来了 连续两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不管大家 对于美国指数的看法如何 我讲的是短线来讲 它的确是有压力 那如果按照美国股市来看 我们看这个图表 如果说按照SP500指数 我们看一下SP500指数好不好 好 我们看很清楚 按照SP500指数 我们发现很清楚 是不是下 这个月线 就是短线来讲 它已经下了 那月线来讲 它已经破盘 破月线 那整个扣底值 它是扣底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如果按照 SP500指数 或是SP500指数的周K线 我们看一下周K线 中线来看 周K线 周K线谢谢 周K线来讲 往前推13个礼拜 那下个礼拜以后 现在目前来讲 是季线还是往上 短线它已经短空了 那季线往上 那下礼拜 它会扣底 比较高值 扣底高值 接下来是扣底高值 那如果这个礼拜 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都一样 我们以这个SP500指数 来讲 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收高的话 它跌破于下礼拜的扣底值 它就会转为中空 那如果美国股市 转为短空中空 那不好意思 我就变成大家的敌人了 我先讲 不好听的话 先讲在前面 所谓变大家的敌人 就是我就是空投 我是按照 我在做股票是非常有 有SOP纪律化的 我是很 操作上是一番两面的 我不可能说 到时候 如果说美国股市 已经转为空投了 那要崩盘了 要大跌了 或者是像去年九月份 那不是也修正一大波吗 那台北股市 那时候修正一千多点 我必须要避开 就算是大盘 掉下去 一千点 八百点 我都要避开 因为如果没有避开 投资朋友会受伤 可能个股会跌三成五成 都有可能 像去年九月份 就是跌了 有些OTC股票跌了五成 但是现在这个 是不是 我现在讲的东西 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还没有 因为 美国股市是短空 可是台北股市 现在月线扣理值 还是比较低 我们月线扣理值 还是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月线 还是向上 那今天虽然是打破了月线 打破月线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 这个还有短线还有机会 那短线的机会 从哪里开始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连续性的 今天正常来讲 盘是不应该跌了 应该要拉出一个中红处 因为昨天已经开底走高了 大盘已经尽力了 那到时候我们就是要 我已经讲过了 大概就是要派总司令了 就是台积电 如果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是最低点 是没有跌破昨天低点 高点当然没有突破昨天的高点 所以台积电在撑住这个大盘 我们非常清楚 这个整个多头总司令 已经丢给台积电了 现在是看台积电的面子 台积电资本股票 你不能让它坏掉 坏掉台北股市 绝对是大幅修正 那有没有这种机会 有 两边都有 现在目前不是我讲话 模拟两可 因为我现在面临着抉择 我现在面临着抉择说 如果这个盘坏掉以后 我会怎么做 我首先的做法就是 一定是把股票全部出清 独单 独单出清 一档都不会要 然后会放空 我现在不放空的原因是 不是说股票不能放空 是因为大盘还是多头 那否则的话 很多股票 其实有一大半的股票 都一直都是空头 对 月线向下 季线向下的股票 就是空头 那空头本来就是要放空它 那现在为什么 我还不放空 是因为 有很多股票还可以做多 大盘是多 所以我就是顺着这个 大盘的方向 那等到大盘如果说变空头 那我一定是大空头 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说 这些股票 为什么我现在 给各位这18档股票 秀出来这18档股票 都是最糟糕的 表现 最近期间最糟糕的 因为表现好的股票 不需要我浪费口舌 表现好的股票 你也没有套牢 你投资朋友 你们自己只是 多赚少赚而已 你们也不会受伤 但是像这种股票 对不对 像这种股票 我讲过这18档股票 是有代表意义的 为什么有代表意义 因为它会扩散到 整个族群 联发哥联勇 这IC设计股原相 这些都是从高档叠下来 到底能不能足底 会不会反弹 那TPK代表面板股 面板股我挑了三档 这边还一档 友达两档 那宏达电 大家的最爱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宏达电 那美食代表生技股 对不对 那金箱电代表印刷电路板 PCBall 那金电LED 那富桥 你看今天不是工商涨停板 这个就是代表传宠产类股 那这个是航空类股 运输类股 那这个是光学类股 那这个是民主界 这个等于是说穿戴式装饰 那这些股票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如果从这些股票 我就可以观察到 未来大盘的获释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关心那种在涨的 一直在创新高的 像红杰科 那不用关心 因为投资朋友都赚大钱 干嘛 我干嘛去 除非是放空的才会亏钱 那这个股票 OK 没有问题 那种都是大家如果持有这些股票 心情都不会太差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前波 大盘上了万点之后 大部分 我走在路上也没有看到人家讲股票 心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为什么 因为都没有买大力光 汉维科 那后来 这个礼拜才去买大力光汉维科 又套牢了 对 那上个礼拜也有去追高 之前没有买富方金或是金融股 结果上礼拜去买 又套牢了 对 投资朋友就是最后都是 都是会最后才去买 没办法 因为 这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 我不能说专业度不够 我只能说有时候是撑不住气 有时候就是对于市场的一些几率 一些方法 不是很清楚的 很了解 操作上面不是很了解 所以常常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18档股票 这有盈利的 因为我本来规划 这次大盘是灰金北上 是从9508灰金北上 对不对 那灰金北上压下来 第一阶段上去到万点 下来压下来 做第二阶段以后灰金北上 那灰金北上过了高点之后 我只有一个做法 我就是会执行第五度的班师回潮 就是出清 我常常在出清股票 所以我赚 比如说9508上去之后 假设 我说假设 假设这一次可以很顺利到 一万零一百点 或是一万零两百点 那我一定是出清 我不会报股票的 因为我认为股票万点 一万二一万三 那是未来的事 那是到 那现在才五月啊 我认为台北股市在今年度 我个人在 其实在一月份我就讲过 我认为今年度会有两次的大幅度修正 第一度就是在第二季到第三季之间 很可能出现在第二季 大幅度修正就是说 比如说像最近的中国股市 不是也跌了蛮多了吗 就是一个多头市场 它的一个回档 那我们称它为修正嘛 就是美国也常常这样子啊 那如果说一个指数上去回档修正个10%就好了 那很正常啊 它不是空头啊 对于长线来讲 修正假设万点到9000 那不叫空头呢 那个叫多头的大幅修正 那还是多头啊 短线空但是长线是多啊 所以我如果说我本来规划是说 从万点假设了我实在假设 修正到 比如说五月份六月份修正到 9000 我这样讲应该不会被罚钱嘛 我说假设了 或者是8500 那台湾股市交易所应该不会关起来嘛 还是在嘛 还是开盘嘛 对不对 可是投资平衡会受伤惨重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不可能 我这个贱的嘴巴我不会讲 我跟各位讲 指数以后如果要到12000 13000 甚至15000 它也可以从10000到8500再上去 因为它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上去 它不会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上去 不可能 台湾没有这种能耐 台湾没有这种本事会一直上去 你别想太多了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步骤在 那既然步骤在的话 我讲这些股票 就是这些股票 为什么投资平衡今天要来呢 我说今天跌下来你更要来嘛 因为如果没有跌下来 你反而可以不用来嘛 是不是 今天礼拜四 晚上七点钟嘛 台北市 因为你想想看 我讲过 我说这些股票 里面只有几档 这一次的反弹是真的 而且会有大幅度的反弹 只有几档而已 大部分反弹之后 我讲完听一点 你要预防再一次大幅度修正 因为未来大盘就算是有到一万点又上去 还是会再整理 那这些股票是空头 我要大盘整理 对各位没有帮助的 因为大盘涨上去 你的股票没有涨嘛 那跌下去一定是跌你的 不然还跌谁的 一定是这样嘛 想也知道嘛 所以这些股票 很多股票都已经抬起了 坏掉了 它反弹之后 我讲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你要利用反弹 其实它是逃命 讲逃命时代是 我不好意思讲 讲逃命好像很危险 怎么做股票 只讲到逃命去 其实这样的股票 就是抗头抗命 抗头抗命的股票 它要打到哪些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今天晚上 要针对这18档股票 我每一档都会讲 因为我知道你手上 有这些股票的相关股票 或者是你纯粹就是这些股票 其实这些股票 只有里面只有 我不能讲哪一档 我们到现场再讲 里面只有两三档股票 这一次才是完真的 那完真的 意思是说 可能会弹 当大盘还没有崩盘之前 还在整理的时候 我们假设大盘 没有坏掉情况之下 它可能会弹三成五成上去 而且一次到底 很快的时间 我判断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达到 甚至可能不用一个月 那我们要做多的股票 其实就是在那两三档而已 其他都不可以做 你抢反弹到时候 不小心抢了以后 又掉下去 这个是我认为说 投资朋友一定很重要 因为今天点100多点 我想你既然看了节目 你心情就不要不好了 走出来 今天天气不错了 5月7号礼拜四 就是今天下午7点钟 这个要先预业报名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非常谢谢丁昌老师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要请丁昌老师 赶快带大家来看看 到底哪一些个股可以留 还有哪一些 帮大家挑选出来的标的 如何操作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摩根多重收益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深厚钱影响乐 公开说明书 不好意思可以耽误你一下时间 这是老命的大改造 很久没话了 年轻的时候比较有话 老了就随便 我能激动一下吗 蜻蜓系列 轻量上市 买蜻蜓系列 或消费满额 加价送指定鞋款 85度C 母亲节蛋糕85折 全馆消费满500 抽iPhone6哦 多重资产 No.1 每月只要3000元 全球收益 All in One 立即申购 摩根多重收益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乐 公开说明书 大金空调 熊贺 蜡联全球 No.1 感恩回馈 现买现扣 最高3000元 今后嘞 可以 第后一季帮 大 King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of acapella No American teams ever want it That's because they hate our freedom We have to scout the competition We are the sound machine Please just retire We're going to kick your ass 美声女力 Let's get a start My girl 征服全世界 This could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flict Between America and Germany In history 歌狗赞2 5月15 标歌对决 万通国际证券投顾 正派 热诚 专业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与时机 剃投资人 看守好每次进出点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 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赶快请丁超老师 带我们来看看 那最近是如何操作 比较可以明哲保身 好的 我想做股票是这样 看个性 我讲过了 你喜欢稳定的股票 就是你的个性 有些人比较喜欢追逐强势股 我都没意见 但是你追逐强势股一样 就是心态就要健康 其实很多股票在市场里面 强势股它都是打带跑 主力都是做当冲的 或者是今天买明天就丢了 隔日冲的 overnight的 例如像我 最近49 8086龙杰克很强 这个都短线冒克 我现在不讲基本面 我基本面是OK 那你看今天有一档股票 叫1566 这档股票你看今天政府多大 如果盘中左势图 你看上下 十几% 你敢冲的话 你就要敢承受这个压力 对不对 还有说4979的滑星光 昨天很强 今天也是 拼得很大 对不对 昨天掌停板还锁很紧 都是贸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个性喜欢做当冲的 爹脆 或是今天买明天卖的 可以 这个我可以接受 因为股票本来就是要活泼 这才是股市 或者每一个股票都跟台积电 那多无聊 是不是 或者是8091的响明 8091响明 8091响明 这张股票 也是一样 71还91 8071 这是政府非常大 所以我跟各位讲 投资朋友 现在的 现在任何 就算我这样讲 就算大盘 未来跌了 1000点 每一天 都会有 涨停板的股票 我保证 因为有太多股票 1600的 是 太多股票了 所以既然有这么多股票 每一天都有股票 在这个市场里面 混日子 主力都要在里面的缴货 否则的话 他怎么生活 他怎么拿退佣 拿佣金 他怎么炒作 所以基本上 很多人都很喜欢讲 那个强势股 解盘 每天都讲强势股 可是丁超的个性 比较不喜欢这样 因为我喜欢讲一个大道理 我每天讲强势股 其实我就不用解大盘 就不用浪费时间 我每天就讲 涨停板 涨停板 今天不涨停 比如说 我昨天讲精华 或是1565精华 或者是1521大益 昨天不是涨停板 今天跌停板 我就等会不要讲 我就换另外一档 换那个2383 那个台光 台光店 台光店 如果明天不小心 又跌停板 我就又换回来精华 我就每天就这样换 很好混日子 会成好混 当分析是真的很好混 可是你有看我这样做吗 我讲华雅科 我就是讲华雅科 我说我们现在买华雅科 昨天还可以买到32块下 今天华雅科 已经算很强了 为什么 他会反弹 但反弹之后 你要怎么处理他 我讲是你反弹这个像这个 反弹之后你要怎么处理他 不是说反弹之后我就看好华雅科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怎么可能看好华雅科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股票 我们这个地方 要做一个 一个跌身的反弹 目的只是为了 要为了 为了卖出 比如说华雅科 他的实力来讲 以他的实力按照美光的比较值 我昨天讲过 他有可能一弹上去就是两三成 很短的时间里面 那你可以从这边得到利润 可是你还是要跑 因为他一直看跑看面 他抗头 华雅科是抗头 他要半抗的股票 你不能一直记住 华雅科去年赚八块 不行这样子 不能记 那还有那一档 三六七三TPK 昨天表现不是很好 那今天又涨 那我不是说 这两股票要买 一百八十几块就买了 买到上个礼拜 对不对 那还不用卖 为什么 因为他的方向 是往上在反弹 那他一样是空头 可是我一直讲说 你不能一直记住 TPK赚八毛 你不能记住他的不好 他现在已经好了 他现在已经变好了 你知道吗 你不能一直讲 TPK赚八毛 你怎么 我常讲说 不要活在过去 我们现在没有绑辫子 投资朋友 那是清朝才绑辫子 你怎么一直记住 宏达电赚七十三块 EPS 那是清末民初的事情 你为什么还要讲 我小时候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讲古时候 宏达电现在七毛都赚不到 我可以跟你讲 不要说七十三块 那问题是人家 TPK今年要赚八块 请不要一直记住赚八毛 那华雅科去年赚八块 不好意思 今年一定没有八块 今年能够赚五块 就算不错了 那五块跟八块就有差了 这种股票要崩盘 因为五块就小于八块 法人他不容许一档股票 衰退的 要求是这么严格 因为我们股票是看后面 你只要是少一毛就不行 这是要比较值 所以你看 我为什么讲这些股票 我昨天不是讲他受盒吗 今天跌下来 昨天差点涨停 今天差点跌停 没办法 因为现在行情就这么乱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底部趋的反弹 所以我们对他的看法是没有改变 不会说因为今天跌下来 我就说我们又怎样怎样 不会 或者是我最近不是讲到面板股 尤达 尤达虽然没有什么涨 但是他其实最近情状比较强 是因为季报群创好一点 那尤达其实 你不要看他赚五毛 其实五毛很多 按照他讲 他群创上去 尤达其实也是同步 我想一步一去 大家也都了解 两张股票差不了多少 那最主要比的是下半年 这是给各位一个观念 但是我现在不是说 叫各位一定要去做股票的问题 不是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 我很担心 我真的很担心 我今天压力很大 我为什么测标写说 心情 心情 那个行情在改变 操作心态也要改变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所讲的东西 明天请把它忘记 因为今天没有下雨 明天可能下雨 今天缺水 明天可能不缺水 我们做股票 我们做股票做这么久 我们学会了一招 我们尊重市场 如果市场 它是涨 我们做多 如果它是跌 我一定放空 我一定不会 讲任何道理跟你凹单 很多的主力股做上去 我之前做过一档股票 在3122 我叫你要卖掉 他现在崩下来了 怎么上去 我只是一个代表 大部分的股票都会像这样 我没有骗你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大盘 未来大盘要跌1000点 假设了 或是2000点 我定超 我保证 零持股 这一点我保证的 我不敢保证说一定赚钱 但是我保证零持股 因为我很会放空 而且我很会跑 我做股票是非常的 随着市场在运作的 也就是说投资朋友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来 因为如果大盘 未来真的出现了问题 我一定会告诉你 而这些股票一定要来 未来要怎么做 这18档股票一定要拿到 我们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非常谢谢丁昌老师 这今天超级大赢加拿大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号码